歌唱家余文华 她是张迈的亲密战友 更是心领神会的姐妹桃 一路互相支持彼此祝福 今日余文华专程前来 将爆料哪些趣事呢 我记得我到团里不久 然后呢我们俩就相约说 那会儿好像主要演员只有五个人 然后我们俩就说 我们谁也不许来说是非 谁也不讲谁的长短 好好做自己的事情 这是她跟我说的 然后这是我们俩之间 作为战友姐妹 我觉得一个让我可能此生 都很难忘的一个约定 因为这个约定 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演员 我们自己应该有的一些 基本的态度 你生活也减少了很多烦恼 对 我觉得跟就是华子在一起 就是很轻松 刚刚张迈说我们两个约定 不讲是非 我们就是是非直于智者 就是有的时候 你真的有智慧的时候 你一定是不谈是非 不讲是非的 就是你如果谈一个是非 那么第二个是非 就挤到你的身上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 他也说了 我们两个 就是继咱们 岗老师他们之后吧 对 我们两个算大的了 然后我们俩就说了 岗莲峰老师是吧 对 我们要以身作则 要给我们的小辈 后来者 后来战友人 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所以我们两个 从不迟到不早退 我们非常遵守纪律 你们应该挺多次 一起出去演出下部队吧 对 就是演出啊 尤其大的活动都会在一起 但是呢 如果真正走边防 下部队的时候 往往都是 我们姐妹俩 你带一队 我带一队 对 我们两个大姐 一人带一个队 不会把我们俩分到一起 你知道张麦吧 他是一个什么人 就像我说 他是一个 对自己特别狠的人 他做事 你知道他有的时候 他想一件事情 你可能自己不知道 当我们比如说 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那个脑子 他根本就任何人没看 他完全就是 通过他的眼神 和他的那种表情 你就看到他 他的脑子极度在运转 特认真 他真的是这样 他就特别往里钻 而且呢 就不容易往外跳 他就属于 有一搭无一搭的 要不熟悉的人 感觉他好像 不爱理你 实际上他就完全是 沉浸在他的那种 前面那个问题当中 真的是这样 对 其实我们是属于 心里很相通的 嗯 嗯 我们下期再见